中国猪蒜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是人类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那么作为这样一项宝贵的文化遗产的传承人 今天我们出场的这些挑战者 他们猪心蒜的能力令人叹为观止 让我们掌声请出这些在世界大赛当中都取得过 骄人战绩的猪心蒜高手出场 欢迎各位 我们来了整整二十位猪心蒜高手 欢迎各位 大家看一下啊 二十个人往这一站 你以为只是二十个猪心蒜高手吗 错 你看到的基本上是中国猪心蒜的江湖 这当中人物关系错终复了 二十位挑战者里面有年龄大的 有年龄小的 在真正比赛当中是按年龄段 还是说就是年龄混在一起比赛 我们是按照年龄分不同的组的 其中水平最高的是选手组 选手组的年龄是没有区别的 我们有小朋友在这个比赛里面呢 他的能力就是值得我们期待的 对 首先我们来听一下本场挑战的赛制 本场挑战将采用晋级席位抢战制 大家看到我们虚位以待 所有的晋级席位已经在这儿等待着各位 通过四关的极致考验之后 最终只有一位挑战者能够脱颖而出 获得本期猪心蒜挑战王的称号 高手太多了 就像杨红旗姐姐 徐美多姐姐 还有董长乐姐姐 他们仨可能会有一个人就是走到最后 董长乐也非常厉害 他也是吉林队属一属二的选手 在之前的举赛中和董长乐遇到过 是一个实力很强的对手 跟徐美多同台竞技 我要展现我自己的实力 我要争取去打败他 第一关挑战其实是分为两轮 一共是十个晋级的席位 第一关第一轮挑战规则如下 嘉宾现场任意选择三十比三位数 这三十比三位数将隐藏在我们的数列当中 以0.25秒的呈现速度 以及红色的特别颜色闪现出来 我们的各位挑战者 需要在这三十比三位数字 闪现完毕之后 得出一个正确的总和 验证答案正确 且用时最短的前六位挑战者能够晋级 如果验证答案错误的话 你仍然还有机会在第二轮当中 去争夺那四个剩下的席位 但是难度会更大 所以我祝愿咱们二十位挑战者 都能够在第一轮发挥出你们最好的水平 太难了 是 第一关太心酸 对选手的搜捕数字的能力 计算能力 银场的关注力是一个很大的考验 接下来我们有请挑战者为自己戴上眼罩 有请观战间的张铭和王嘉宁 为现场挑战者出题 三十比三位数随机选择 主持人 嘉宾已出题完毕 好的 请挑战者们可以摘下你们的眼罩 适应一下现场的光线 据说人这个大脑在土著新鲜信息之间 有个0.3秒的一个切换的过程 现在咱是0.25秒 持续地这么切换 恐怕不行 而且要一目十个数字 目中只有红色才能捕捉到那个信息 然后还得加上 这个就爆炸难了 有请世界朱星算比赛裁判 陈国中张健 对答题过程进行全程监督 裁判老师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挑战者们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我宣布第一关第一轮挑战开始 有了 天哪 太快了 不行了 我已经跟不上了 一 一 九五 九 我只能捏出来第一颗数字 都是搞事 走在国中之间 比的不仅仅是一种计算 更多的是一种临场发挥 看你的诸学速度 你的紧张程度 你的心理素质 考验的方面会综合一些 大家已经都答出来了 首先想问一下两位裁判 在刚才答题的过程当中 是否有人犯规 刚才所有的抢答是否有效 不是 抢答有效 好的 目前排名前六位的 徐美多 杜海洋 徐燕燕 杨红奇 刘芳敏 金凤英 董长乐是用时排在第七 排名出来我看见自己是第七名 有一些小的遗憾 没有进入前六 而且让我最震惊的 排名第一的徐美多 是唯一一个冲进了一秒大关的 他用时零点九九二秒 而排名第二的杜海洋 用了一点五秒 比徐美多整整多用了将近零点五秒 用时最少的徐美多 是最近一届世界锦标赛的全能冠军 他就是这个世界上诸心算的 现在是成绩最好的那个人 是的 徐美多参加过第三届 第四届的全国诸心算比赛 并连续两次破成算的全国纪录 一直保持到现在 厉害了 徐美多不愧为是王者级别的挑战者 实力相当可观 根据挑战规则 本轮只有六个禁忌席位 所以按照答题完成的先后时间 对用时最短的前六位 按顺序进行验证 如果答题错误 将顺延到下一位进行验证 直到六个禁忌席位全部产生 有请挑战助理 验证答题 用时排行榜前六名挑战者的答案 好 首先我们来验证用时最短 目前排名第一的徐美多 他的答题是否正确 来看正确答案 19261 先来看第一位 1 第二位数字 9 这个9写的 我还吓了一票 我又因为他写了个6 人是搞财务的 写不错的 你放心吧 第三位数字 2 没有问题 第四位数字 你看他咬嘴唇了 第四位数字 这人说 Generally 排名 umm 里面ej 准备 那个 我 чтобы Вы 被誉为王者级别挑战者 我们用识最短的徐美多 居然在第四个数字上 出现了失误 徐美多姐姐 她的实力是有的 可能就是太紧张了吧 所以很遗憾 徐美多第一轮未能晋级 我觉得徐美多紧张了 在之前的诸音算比赛中 成算和除算一直都是我的强项 加减算其实是我的弱项 当时可能是比较着急写答案 最后一笔数 看得不是特别仔细 出现了一个失误 有一个数字没有看清 此时此刻 我相信全场最高兴的人 叫董长乐 因为他的时间排在第七位 徐美多这题答错 意味着董长乐 目前排到了第六位 也有望晋级 所以他这个就是递进法 你虽然用识最少 但是你错了 董长乐是第七 所以董长乐现在暂时 递补到前六 这董长乐也是高手中的高手 董长乐拿到的是朱新算的 全国段位的这十段 全国只有15个人是吧 对 厉害了 我们再来看 目前排在第二的杜海洋 请验证杜海洋的答案 第一位 一 第二位 九 第三位 二 第四位 六 第五位 数 一 一 正确 进击了 祝贺祝海洋在第一关第一轮 率先进入竞技名额 请做到我们的晋级席位 接下来 徐燕燕 杨洪奇 请揭晓 一 九 二 六 一 祝贺徐燕燕 祝贺杨洪奇 接下来 刘芳明 金凤英 请验证 一九二六一 正确 好 接下来就看董长乐 董长乐原本是用时排在第七 但是因为许美多的失误 使董长乐有了机会 但是机会来了 他能不能把握得住 那是另外一回事 董长乐 他之前获得过 第七届世界朱新算大赛的第五名 但是前三名是咱们解放军队员 第四名是日本选手 他相当于是民间第一高手 您看他这表情 是不是心里很有底的样子 应该是 应该是很有底的 请验证董长乐的答案 他会不会给邓小光留下机会 第一位数 一 第二位数字 九 第三位数字 什么情况 太遗憾了 董长乐太遗憾了 原本刚好卡着点能够拿到的机会 但是居然因为一个数字的失误 又拱手相让 答案公布了之后 我知道自己算错了 所以这个心一直在砰砰砰地跳 当时那个心情真是无法表达 确实是非常难受 他们此前的预测应该是 徐美多呀 董长乐都应该是 前三名里面的 没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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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果前三名就有两个 掉在了第一轮里 对 本身如果我不错的话 那么他错了都可以在第一轮晋级的 所以这样来说 这个心情就更紧张 可能会影响我第二轮的这个成绩 现在本轮最后一个晋级机会 到了用试第八位的邓小光手中了 如果答对将顺利晋级 如果答错验证机会 又将落到用试排名第九位的挑战者 丁江云的手中 看邓小光能不能抓住 这个来之不易的机会 那接下来 请挑战助力为我们验证 邓小光的答案 第一位 一 第二位 九 第三位 二 目前为止都没问题 第四位数 六 还有吓我一跳 我以为他写的零 最后一个数字 是否能终结 一 正确 对了 祝贺邓小光拿到了第一轮 最后一个晋级机会 请邓小光坐上晋级椅 没想到机会能轮给我 非常非常激动 再次把掌声送给我们 前六位率先晋级的挑战者 祝贺你们 但是各位 第一关还没有结束 接下来第二轮挑战 难度将升级为 三十比四位数 我们朱新算的比赛呢 这个位数增加 普通人看到的可能就是增加一位数 但是它这个难度 在它这个实际的运算过程中 是成倍成倍地增加的 对 进位发生的多了 对 进位发生的多 四位数同样也是出现在数列当中 颜色为红色 呈现的时间0.25秒 在三十比四位数 全部闪现完毕以后 必须写下你们的正确答案 而且用时最短的前四名 才能够做上我们的晋级系 就四个名额 场上还有两个 实力最强的 感觉压力很大 稍微求稳一些 在保证正确性的前提下 再去争取速度 第一次我已经是打对的 只有一次机会了 如果抢不上的话 可能也是没有机会了 所以只能是 就快的速度来 提醒完抢拿 好 还是有请我们的 各位挑战者带上 眼罩 请我们的挑战助理 来检查一下 各位眼罩佩戴的情况 接下来我们还是有请 我们的嘉宾 为现场挑战者出题 三十比四位数字 随机选择 别说0.25秒的闪现了 就出题这个速度 我跟着看 我都算不过来 主持人 嘉宾已出题完毕 谢谢 接下来挑战者 摘下眼罩 挑战者们 适应一下现场的光线 调整一下自己的状态 现在场上还剩14名选手 要面对更高的挑战难度了 去争夺 仅仅剩下的四个席位 如果抢不到 那么就会遗憾直固 这个竞争太激烈 各位挑战者 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接下来我宣布 第一关 第二轮 挑战 开始 好快 这一关最大的难度 是要最短的时间内 迅速地捕捉到这个数字 因为它滚动的速度 是非常快的 稍微一流神 那么可能这个题目 就会错过一行 整个题答案就是错的 已经结束了 请问两位裁判 刚才的抢答是否有效 主持人 抢答有效 谢谢两位裁判 现在还在前四的 刘晓明 董常乐 徐美多 刘薇薇 杨锦锦 还在第五 而且前四名当中 很有意思的是 姐妹二人 一个第一 一个第四 两人 把着两头 但能不能携手晋级 就要看你们答案 是否正确了 两个姐妹 在猪算界 也是大家比较熟悉的 经常一起参加比赛 我听说妹妹的 猪算能力 其实是会更好一些的是吧 都是这个一流高手 有请挑战助理 在出正确答案之前 我还想回过头考验一下 咱们刚才晋级的六位 是不是真有实力 有谁记得刚才自己 来 刚才最后一个晋级的 邓小光 156296 156296 对吗 对对对 是你们刚才算出的数字 156296 我们来看一下 是否正确 请亮出正确答案 果然 晋级选手确实实力 还是相当厉害 接下来 哪四位可以晋级 我们将按照 我们的验证顺序 从用时最短的刘晓明 开始验证 请挑战助理 揭开他的第一位数字 一 第二位数字 五 没问题 第三位数字 六 正确 第四位数字 二 正确 第五位数字 九 最后一个数字 以后一个数字 zijn 六 六 回答正确 妹妹晋级了 第七位晋级了 第七位 祝贺刘乔明 在第一关第二轮 率先晋级 董长乐 在本关比赛当中 第一轮 先是别人给了他一个机会 自己没把握住 第二轮 自己争取到了一个机会 看看能不能把他送晋级 验证董长乐的答案 第一位 一 第二位 五 第三位 六 第四位数 二 第五位数 第五 九 最后 以便收 六 正确 这回追找不往下了 往上了 好 还好给自己争了口气啊 还要稳住 后面的比赛路还长呢 就和董长乐 太惊心动魄了 第一关是我最担心的一个项目 进了前十 心里的石头就已经放下了 现在还剩最后两把影子 许美多在第一轮 用时不到一秒就给出了答案 只可惜答案出现了错误 那能不能踩着点 还剩最后两个席位的时候 把自己送上这趟车 就看他的答题情况 现在他这个嘴角 和刚才蒙上眼罩的时候 那个嘴角是一样的 是吗 所以我判定他很淡定 答案一定是对的 请验证许美多的答案 第一位数 一 第二位数 五 第三位数 六 没问题 那是他不紧张 我替他紧张 第四位 二 第五位数 二 九 没问题 最后一位数 六 六 六 恭喜 许美多 休息 过关 对了 晋级 恭喜 恭喜 世界军军晋级 是的 掌声祝贺许美多 站上了倒数第二把椅子 他还是有那种 心理压力释放的感觉 对 对 对 最后一把椅子了 但凡这会儿要有一个数字错误 后面的就意味着 多了一线生机 如果姐姐答案正确了 她将携手妹妹共同晋级 如果她的答案错误 那意味着运勇士排名 第五位的挑战者 杨锦锦将获得验证的机会 好 来看刘薇薇 答案是否正确 第五位的比赛 最后一个上次 一个上次 哪个上次 只是说 一位上次 几个上次 都会加上 第一位的比赛 哪个上次 也好 把整的比赛 光纺业 姐妹俩一块进去了 姐妹俩终于是进去了 祝贺姐妹二人携手晋级 一万一万一万 这次来参加挑战不可能 也是姐姐邀请的妹妹 一块来 所以肯定希望两个人一起晋级 是 我们姐妹俩能够同台 这是一个荣耀 因为我觉得全国能够像我们两个 这种水平相当 又挤进全国前几个 这种机会太难得了 最后一个 您占了最后一个晋级名额 没有给杨锦锦留下机会 锦锦 你的答案是对的吗 对的 时间上就差了0.009秒 杨锦锦非常遗憾 我看得止步于此 其实也难得来参加这节目 也是想多聊一会儿的那种感觉 而且今天状态还是可以的 但还是慢了一步 玉萌 你的答案对不对 萨叔特别想知道 差一点 你的答案 差一点是多少 这是第一题的答案对不对 第一题对了吗 对了 她今天的表现已经非常棒了 非常棒了 她算是实现了自己一个小梦想了 因为之前看挑战 学习猪算 然后现在来参加挑战 我觉得她下次再来的时候 应该一定可以晋级 然后做上更好的一次 没能晋级 你觉得遗憾吗 遗憾 遗憾呀 你是我们今天年龄最小的挑战者 才六岁 所以你想想 如果你要是到了 刘薇薇阿姨这个年龄的时候 你得多厉害 是不是 所以要继续加油 好不好 好 你想对这些晋级的 哥哥姐姐叔叔阿姨 想对他们说什么 祝叔阿姨 祝你们挑战成功 也非常遗憾 我们这十位挑战者 当然我发现 当中孩子和年轻人居多 继续加油 等待着你们的是未来 等待着你们的是继续的学习 和经验的积累 继续加油 祝愿你们的未来 也能够像他们一样 获得成功 获得更多挑战的机会 证明自己的实力 好吗 好 谢谢 掌声送给我们 这位止步于此的挑战者 谢谢你们的到来 再见 虽然我这次晋级失败了 但我不会放弃 我一定会继续努力 争取下一次 能够取得更好的成绩 我会努力练习 未来会变得更强 我会继续努力 长大了我也想 参加解放军筑 心酸梦支队 谢谢